2019年中国工程院第二轮候选人名单出炉 其中一人为什么格外受关注 此人年仅41岁就为中国解决两大难题 中国科技能有今天的成绩 自然离不开背后无数个默默付出的科研工作人员 不论是千人计划还是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 都能看出我国对人才的渴望 而最近我国工程院2019年认识的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出炉 自然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在这份222人的名单中却有这样一个人格外醒目 仅仅只有41岁 实际上也是4月份第一轮名单531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就是来自中国海军工程学院电器工程专业的王东 学无先后 达者为先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 却在国产舰艇的综合电力系统领域取得了无数成就 研制出的数类电力系统已经在我国目前水面舰艇中使用 巧合的是 当年马伟明院士入选工程院院士的时候 也恰好是41岁 也同样是来自海军工程学院 而王东更是马伟明科研团队的骨干成员之一 也因此他常被人称为马伟明院士之后的第二人 其实早在17年前 是马伟明院士发现了王东的才华 当时其团队负责任一个新型 一部电机的研制任务 年仅24岁的王东被马伟明院士看中 并被赋以了重任 而后面的事实也证明 马伟明院士的眼光是正确的 经过多年研究 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在舰船动力方面 王东更是先后攻克了电力推进 和强非线性直流源这两大技术难题 这不光是打破了我国在舰艇推进方面的瓶颈 其随之而来的 大容量高转距密度推进电机 以及大容量高功率密度发电机 这两大核心装备 更是直接把中国推上了该领域的领跑者地位 网上早有媒体称 马伟明一人可抵十个师 而实际上他也确实担得起这个称号 曾经马伟明院士对外说过 领先就领先美国这句话 而如今他不光自己做到了 甚至还带着他的学生们同事们一起领先美国 去年七月获得一等功的香飞 就是马伟明的学生